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爾達體育台的主播吳申輔 今天帶大家來到台南 當然是要跟大家聊一些有關於棒球的話題 因為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那台南培育了非常多台灣的棒球人才 不過呢在跟大家聊棒球之前 大家也知道來到台南一定要品嚐在地的小吃跟美食 所以聊棒球之前呢 先帶大家來到位於台南中西區 新美街這間超過50年在地的美食品牌 據說有非常多好吃的東西喔 聊棒球之前先跟著我進去一起來逛逛吧 好的我們來到這個在地超過50年的好品牌 日方真鑽當然來到這個貴寶地 如果是由我自己來介紹這邊的話呢 好像都不夠專業了 所以我們馬上請專業的出來 讓我們歡迎日方真鑽的行銷總監吳玉萍大姐 你好 大家好 當然要先請玉萍來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說一開始起源到底是什麼 日方真鑽在最早的時候其實在做南北貨 我們的客戶就是專業的廚師 我們有發現廚師他對於前置加工品的需求比較多 看到市場有這個需求 我們就發展出加工半成品 所以我們要走遍各個地方各個產區 甚至各個工廠去測試他的產品是不是這麼好 那這樣的工夫其實每一個產品都要耗費很多年的時間去研究 所以真的每一道這個美食呈現在這個饕客面前 那後面都有非常多的這個馬步必須要砸好 基本功其實它是一段很辛苦而且漫長的路 沒有辦法一觸可擊 你就要一天一天一天去累積出來的 沒有走過十年的時間是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層次的 市面上有很多滴滴滴 那因為我們本身是做海鮮嘛 就想說雞可以做海鮮應該也可以做 光是尋找食材加工製程 到它的營養成分的要求 我們花了五年的時間才確認 宋潔漢發現他的蒲林值比較高 我們又花了兩年的時間再去調整我們的製程 到現在他的蒲林是沒有減出的 就是運動員來說或者是你可能痛風 可是你想要補充的人也可以安心的用 十年磨一鍵之外還有十年翠翼魚 趕快要來試一下這個到底翠鯨好在哪裡 我們家的特點就是它沒有腥味 然後它會回甘 喝熱的這其實很簡單 拿一個馬克杯然後裝熱水 像整包泡到熱水裡面加熱 通常我們都是這樣打開 然後直接倒出來就好 好那我就不客氣了 為大家體驗一下 日方尖鑽的翠鯨 十年翠翼魚乾杯 有腥味嗎 沒有腥味 沒有腥味 但是它其實就是一碗精華的魚 對 慢慢的它的那個甘甜度會上來 那那個甘甜度其實是安定酸的味道 那這個 好謝謝玉萍姐 我記得帶大家手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十年翠翼魚 聽完了玉萍姐的分享之後 我們知道所有事情 都得把基本功打好才有機會成功 這讓我想起在台南也有一位優秀的運動員 靠著天分之外還有不斷的努力 以及扎實的基本功 最後才成為了台灣球迷熟知的台灣之光 而且我聽說這位厲害的運動員 在最近是跳脫選手的身份 用一個不一樣的角色 來辦一個在台南的活動 到底是什麼 馬上跟著我們鏡頭 一塊來以探究竟吧 走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南領百貨的門口 聽說這個神秘的活動 就辦在領百貨的四樓 趕快跟著我們鏡頭 一起去看看吧 好的 我們這位台南在地 基本功非常扎實的神秘運動員 就是我們沉默的王牌王建民了 這次他不是以投手的身份 也不是以教練的角色 而是以 欣銳攝影師的身份 要來舉辦個人的攝影展 One's Life 這次的展覽會在台南的領百貨 還有台北的Olinx Plus Plaza 兩地來進行 而攝影展的主題就是 自然而美 要多元呈現王建民的世界 在台南是他的家鄉 同時也是他棒球的起點 所以在領百貨的作品 就以台南 家人 還有台灣為主 在台北呢 則是他追尋夢想的起點 在旅美生涯當中 王建民經過了巔峰 經過了低潮 他也品嘗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所以北部的作品 就會呈現他在旅美生活的點點滴滴 來看一下王建民鏡頭底下的世界 到底長什麼樣子 而我們這次攝影展的官方合作夥伴 日方真傳也特別在兩個展區 都為大家準備了小驚喜 馬上為來揭曉 店家也非常的細心 在這個專區裡頭 設置了小彩蛋 以及QR Code 只要拍下這張照片的合照 拿這個合照呢 到我們日方真傳指定的店點消費 不限金額就可以得到一份神秘的小禮物 不要忘了也掃一下上面的QR Code 會進入到日方真傳的官方網站 那裡面有特別為了王建民攝影展開設的一個專區 那日方真傳也提供了 跟這次攝影展合作的一些相關優惠 最重要的是 如果消費滿額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 王建民簽名帽的抽獎資格 所以大家一定要上去看看喔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了零百貨的五樓 今天非常開心 有機會可以參加 One Slide 王建民攝影展的VIP活動日 今天VIP的食材呢 就是由這個日方真傳所提供的小點心 那他們結合傳統的海鮮材料呢 再搭配一些巧思跟創意 所以打造出來就是跨國的創意料理 先來試吃的就是這個 蘋果乳酪佐烏魚脂 這樣搭配起來其實 不僅烏魚脂很黏牙 而且其實完全沒有任何的腥味 第二道 杏甘寶貝粥 其實剛剛在日方真傳的店裡面 最讓我看得心動的就是他們的干貝 所以趕快幫大家來品嘗一下 無論說這個海味啊 就像江坤魚的金手套一樣 牢牢的抓住了我的心 好吃 再吃一點清爽的作為的結尾 其實剛剛看一開始覺得它是餅乾 但其實它應該是類似血液像是這樣 然後做成餅乾的形狀 所以可以沾著吃 甜甜鹹鹹的味道 相當過癮 歡迎大家到日方真傳的網站上面 參觀選購有非常多珍貴 而且好吃的食材料 都可以讓大家直接訂購回家 好好的來享受一下 當然也要提醒你 不管你是台南朋友 還是台北朋友 或者是全台各地的朋友 要把握的機會 來參觀我們的 往世代網店名的攝影展 台南在零百貨 至於在台北 則是在大稻城的 Olympus Plaza 記得要去看喔